又一次国家级重磅战略调整 国家要推动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 不光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还包括资金和技术密集产业 看不懂了 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早就不是新鲜事了 可原先说的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 那东部地区吸引了主要资金、人才和技术 那现在要把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也转向内陆 那还真的是大姑娘上花轿 第一次 这个战略释放出了哪些信号呢 那真的像网上说的一样 是提前为了战争做准备吗 就在前几天 高通发布了一个重磅消息 将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性产业 从东部向中西部 从中心城市向腹地转移 字不多信息量却很大 国家的产业布局大家都清楚 东部沿海14个省级行政区 从北向南 依次是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 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香港、澳门 以及两个岛、海南和台湾 这14个省市地理面积只占到全国的20% 却创造了全国VI城的GDP 对资金人才的吸引 远远超过了内陆省份 而中西部地区呢?面积上占到全国的80% 人口也占了一半 那工业产值却只有全国的四成 这放到整个中国的地图上 那国家的经济中心很明显像东偏一样 那这么看 现在国家是要人为的 把这种倾斜给扭转过来 把一部分啊 原来东部地区的优势产业 转移到中西部去 这消息一出 立马炸开了锅啊 那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啊 那有的人说自己在河南住了一辈子 一觉醒来好像住到了全国的一环 立马感觉自己是身价暴涨啊 那有的人则表示了担忧 这是不是意味着 东部地区的好日子要到头了呢 那还有的人开始揣测高层政策的意图 而认为 这是国家为了未来和美国的热战而做准备 这讨论的很激烈啊 究竟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 先打消大家的疑虑啊 这次产业转移和战争一点不沾边 现在战争已经不怎么挑地方了 10月初啊 我们试射了一枚东风洲际弹道导弹 说打一万两千公里 一分一毫都不差 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 绝大部分相隔几百公里 如果真的是为了打仗做准备 那这样的距离 大家觉得是敌人的无人机飞不动 还是导弹闲太远呢 那真的要到了 导弹突破我们的防御体系 能够攻击到领土的时候 那事实上战争就已经输了 那就是我们把产业保护得再好 哪怕是藏到深山老林里 那都没用啊 那么这高层战略的真正意图何在呢 主要还是为了把国内过剩的产农 转移到中西部地区 防止中低端产业 全部转移到东南亚以及非洲去 同样呢 也是为了应对美国的产业布局 这美国为了阻止中国的崛起 除了贸易战、科技战和金融战 实际上呢 还进行了长远的产业布局啊 这就必须要提到 美国的禁岸外包和有岸外包政策 就是把原先自己布局在海外的中低端产业 向自己周边的加拿大和墨西哥进行转移 再用资本的手段控制这些产业 使其成为能够替代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 与此同时呢 这美国还推动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塑 从中国、俄罗斯等国家 逐渐向东南亚、南亚地区去转移 这越南和印度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得到了巨大的便宜啊 这富士康不就是这么被转移出去的吗 那美国的这一系列组合权直接导致 我们在全球产业链当中的地位陷入了被动啊 面临巨大的产业转出压力 为了应对老美的釜底抽薪 我们也准备了一套政策工具 那其中之一就是国内的产业专业 具体来说 就是我们一定要在国内保留完整的工业产业链 哪怕我们被彻底的封锁 也能够依靠国内的自循环 实现自给自足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中西部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 这之前我们一直把经济发展的战略 放在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上 产生的结果就是国内地区发展不均衡 沿海地区虽然经济基础雄厚 产业集群庞大 但毕竟国土空间有限 资源和环境面临的压力也比较大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这中西部地区啊 地理面积广阔 资源储备丰富 加上最近几年来 国家积极推动内陆省份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交通电力等方面 这中西部地区和沿海省份的差距逐渐缩小 如此种种都是为了产业转移创造了条件的 政策之所以这么安排 还是吸收了美国二战后脱虚向实 最后导致工业凋敝 经济衰退的残酷经验啊 这二战结束的时候 那美国的工业体系 在全球范围内都没有对手啊 工业占比接近全 世界的一半到现在 都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追上它的记录啊 可惜啊 随着美元霸权体系的建立 这老美突然发现 工业制造业虽好 但是太辛苦了 钱也来得不够快 靠金融服务业就不一样了 随随便便启动一波美元加息周期 就能在全世界轻轻松松的割韭菜 于是乎啊 这慢慢的 这美国人不愿意发展制造业了啊 还把自己国内的一些优势产业 安排给了自己的小弟 这日本的汽车制造业 德国的机械制造业啊 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然而这天底下 那没有免费的午餐呀 这美国想赚轻松的钱 还想赚大头 那最终就遭到了反噬了啊 你看现在的美国几任总统啊 虽然互相斗的是你死我活 但是在制造业政策上 那都是一致的啊 都要重新恢复美国工业的强大 那没有什么 就拼命的想要恶补 那否则拿什么和我们竞争呢 这说到这里 你明白 国家这战略规划背后的良苦用心了吗 对那要打通产业链的整体布局 那对外 要防止对手无下线的产业封锁 那么问题就来了 这一波大浪潮当中 那属于普通人的机会又有哪些呢 我们先放下到这边 这边的手持有点 那是一样的